一大陸中部地区发生了6.2级的强烈地震 造成了至少18个人死亡 救援人员表示至少有70个人受困废墟中 距离镇中100多公里的首都罗马也有强烈的震感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3点30分左右 许多居民从睡梦中惊醒后仓皇逃命 镇中靠近中部翁布里亚区著名旅游景点 佩鲁甲省的诺尔恰市 墙镇来袭多栋建筑大楼瞬间被移为平地 一些历史建筑外墙坍塌满目疮痍 强烈的震感也导致土崩 当地还有一道桥梁面临倒塌的风险 除了温布里亚区之外 拉齐奥区和马尔凯区也有小镇受灾 意大利当局表示 中部地区在地震发生后的三小时内 感受到至少17次余震 最强的达5.5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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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